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保护着农田 打开门就能看到两座大山 好像被人们送来绿色 王安石自介府 号半山 北宋杰出的政治家 文学家 思想家 改革家 历史上提起王安石主要是记载他的改革变法的功绩 其实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也非常高 无论是散文 诗歌还是词都非常有名 其中他的散文雄剑简练 奇诀俏把 哪怕在唐宋八大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他主要采用书 表 记 续等体式的论说文 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 观点鲜明 分析深刻 为变法革新服务 王安石的诗歌与他的仕途命运紧密相连 分为前后两期 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 前期的诗歌正是王安石胸怀凌云壮志之时 他关注尖锐的社会矛盾 关注底层人民的痛苦 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 后期的诗歌是王安石被罢免成像之后 他隐居在家之时 他陶醉于山水田园中 抒发一种闲适的情趣 王安石的词仅存约二十余首 风格豪放 对后来的词坛影响深远 从文学角度来说 王安石成就杰出 并且推动了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 不愧是一代文学大家 这首诗的标题 书胡音先生壁 其中书极为书写 胡音先生是王安石晚年居住金陵时的邻居 也是他的好朋友 壁指的是墙壁 标题的意思是提写在胡音先生家屋壁上的诗 胡音先生及杨继自得逢是一位公耕田园的隐士 与王安石交情深厚 王安石曾经在原封行是得逢诗里有这样的诗句 胡音先生做草事 看踏勾车 望秋时 先生在野顾不穷 激壤至老 割原封 足见两个人的友谊深厚 王安石提在胡音先生壁上的诗共有两首 这是其中一首 也是相当有名的一首诗 王安石因为主持变法 先后两次被罢免丞相官职 晚年回到江宁 金南京居住 他从此不再过问朝廷政事 而是勤于读书 游山玩水 陶冶情操 在此期间 他的作品构思精巧 字句别致 意境清远 《书胡音先生壁》就是其代表作 诗歌描绘了一个静谧而富有生机的小院落 赞扬了胡音先生高洁品质 其实这也是诗人品质的真实写照 这首诗的前两句 毛颜长扫 近无台 花木成奇 守自栽 写杨家庭院之景 上句写庭院的洁境 下句写庭院的秀美 让我们来看看诗人是怎样形容庭院干净的呢 只是一个简单的无台二字 真是举重若轻 江南空气潮湿 特别适合青苔生长 比其他杂草更难以清除 而在这座庭院之中就连青苔都看不到 不正是说明打扫得特别频繁 院子中格外干净吗 花木是庭院最美的装饰品 也是主人爱勤劳爱自然的最好体现 一水护田将绿绕 两山排榻送青来 当诗人的目光从院内花木 移向院外的山水时 他看到了一条河流 一片浓田和两座青山 在诗人的创作中 山与水不再是死气沉沉的景物 而是活了起来 好像对这位志趣高洁的主人 也有情意 河流环绕绿田 好像在保护他们 大山也争相送来新绿 为主人的院落增色天才 诗人运用了队偶的句式 又采用了拟人的手法 给山水赋予人的感情 化镜为动 生机勃勃 这首小诗格调清新 巧思妙想 令人拍案叫绝 诵读时需注意 一水两山 加重语气 最后一句 送青来拉长一点 留有回味空间 毛颜长扫 静无台 花木成奇 守自栽 一水户田 江绿绕 两山排榻 送青来 这里是阅读中国 我是阅读大使 董立平 感谢大家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盡力 感谢观看